我先来跟大家过一遍 那也麻烦求我们的左上角给心态点一个关注加一个灯牌 好我们的刚刚的在反手下旋拉的时候 第一个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板形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板形的想要他亮一点 就是说这个球撞击更多一点的话呢 那么我需要在引拍的时候让我的板形 大家来看板形向后打开一点 这是打开这个是仰啊 我们并不是仰而是说看这个板形是打开一点 来我们看一下啊小的区别 我正常的反手下旋拉是不是这个板形 大家可以看到吧 是不是直拍横拍都一样 我正常的下旋拉我可能是这个板形 但是说我如果想让这个球撞击更多一点的话 大家来看我需要在引拍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吗 让我的板形打开一点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变化 因为大家现在可以从侧面看到我的黑面 对不对 我在引拍的时候 但是呢如果说我是直接按照原来的板形 加摩擦多一点的板形去拉球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到我的黑面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问星态 这个板形到底是要打开多少呢 需要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 但是记得啊别打开的 别打开的太多啊 别不要这样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出现看翻轴呀 以及这种翻腕呀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板形打开了之后啊 那么呢我们拉球的运行轨迹应该是包着球去拉 什么意思 大家来看 我如果说这个球拍啊 我是直接这么撞上去的 那么这个球我肯定拉不住 对不对 它一定是顶住球了之后 大家来看 用拍头包着球看见了吗 这种感觉 看 顶住球之后 这种感觉 看 有点包着球的感觉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运行的轨迹 应该是从你的左下到右前方 来 再来看一下啊 引拍 对不对 板形打开 那么呢 由左下到右前方 进行一个横向的发现 那么这个力气呢就会比较大啊 我调整一下这个 好 大家来看一下啊 做一个示范就行了 嗯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点说到的 拍形啊 就是如果说大家的 看 如果说 想这个球的质量 哎我的 看想这个球的质量 更高 那么同时呢 我的想让球这个 速度变得更快点 那么我需要的是 板形打开 那么击球的时候 包着球 看 包着球去做动作 那么同时呢 这个出球的速度 要快一点 我是横向发力的 由我的左下 到我的右前方 看 是不是 横向发力 而不是说 直接由后向前 这么去发力 那这个球的力量 肯定是不多的啊 那么同时呢 接触球的位置 首先是板头 啊 我的板头 要去接触球 如果说 用到了板的这个中心啊 填点 填区的这个位置呢 这个球 它基本上 没有这么大的弧线 以及你的手腕的幅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弧线 它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说呢 尽量在反射下旋啦 用你的板头 去击球 那么接触球的 应该是 中下步 偏左一点点 为什么成了中下步啊 因为呢 这个下步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板形 亮开的 当我的板形一亮开之后 那么我肯定接触球的是下步 对不对 我板形压一点 我可能接触球的是中部啊 中部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大家呢 自己去感受一下 自己对着这个球拍 对着这个球 你看 板形亮开一点 是不是 接触球的下步 顶住球 包着球 那么如果说 我板形这么压 我接触球呢 基本上是中部啊 一会儿给大家 再这个详细一点 把这个几点钟跟大家说一下 好不好 几点钟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你这么去拉球 这个球 它一定是顶的 大家来看啊 哎我的 看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一个板形 板形的问题 亮开 对不对 板形亮开 这个就是什么道理啊 就跟大家说的 如果说你们看过之前 就是小球时代的一些世界冠军去打球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的动作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大 但是大家都知道小球特别的转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在起下旋的时候啊 他们在起下旋的时候 来看一下 看 他的板形 是不是 一定是 动作就这么小 板形 看 打开 他们的正手拉也是 正手拉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动作都很小 哎我的我的 这个 太小了 看 但是会怎么样 板面 打开 对不对 我去倒点球啊 但是呢 他一定是 板面打开 顶住球之后 再去 加摩擦 他一定是这个 板面打开 顶住球了之后 再去加摩擦 所以说呢 虽然我们现在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 看 没有这么小 并不可能说 对不对 看 并不可能说 我就这一点 我们现在基本上动的都是 都是这么大的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但是他的原理 你如果说想让这个球 变得更顶一点的话 板形 打开 包着球去拉 这个是你在比赛当中 想要发力的时候 这个是你最好发力 顶撞 顶住球 撞击多一点 那么呢 如果说大家在比赛当中 想让这个摩擦多一点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就正常的板形 但是发力的方向 仍然是像 大家可以看到的 右前方 横向发力 那么呢 他俩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我撞击球 我顶撞的时候 撞击球多一点的时候呢 我的拖板速度会比较快 就是 啪 就这一下就没有了 但是呢 如果说我想摩擦加多一点 我的保险加多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球 大家来看一下 我的吃球就会变得很多 对不对 并且这个时候 出手就会变得很慢 所以说呢 大家在这个 到底是摩擦加的多一点 还是说 我的这个撞击加的多一点 大家呢 一定要首先区分一下 我这个拖板是快 还是说 我的球在球拍上 摩擦球停留的时间多一点 这是呢 我们说到的第一个 关于板型啊 建议大家呢 如果说现在是摩擦更多一点 可以有一两个 这种顶撞的 去感觉这个球 那么去练习一下 那么它会有一个反差感 让对方不知道 你到底反手提板的时候 到底是要加力 还是要加旋转啊 这个也是一个 比赛当中 可以用到的变化 那个是小球 因为小球大家都知道 特别的转 而大球要求的是什么 要求的是力量速度 对不对 因为大球 它球大了 它的旋转呢 会稍稍的降低一些啊 所以说我们现阶段来说呢 就是动作大一点 因为这个蓄力会更多 然后呢 力量这个发力呢 会更加的充足 所以说 它并不是说 之前的东西就给它抛弃了 对不对 如果大家看比赛 你不可能看见别人在起一个很转的下圆球 这么去拉 没有 都是说 尤其是大家在面对消球的时候 看消球的比赛 你会更加的直观 就是啪 这边一消 这个板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引盘 它一定是打开的 就是感觉 这个动作怎么有点变形了 是不是 看 这种感觉 它是亮开之后 包着球 这么去拉的 所以说 大家也要记得 就是很多球 觉得现在的长焦 拉不起来 或者是消球 拉不起来 那么首先是 能力的问题 就是说 对方太厉害了 我或者是呢 我真的不会打这个球 就是对方太厉害 它的旋转明显就高于我 那么我赢不了 是能力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是说 两个人差不多 它的旋转也差不多 但是呢 我的拉却差不多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总是感觉 球拉不起来 就是因为 我在引拍的时候 看 板形太压了 我都是由下向上拔 这个时候肯定拔不起来 我们就要考虑 这个时候我的拍形 看 是不是要打开一点 这么看到了吗 去包着球拉 所以说大家要举一反三 反手这么去拉 正手 对不对 也是要亮开一点啊 嗯 怎么去控制 您说的是什么控制呀 这个明月照我啊 这个尽量 这个我们的 嗯 兜起来 对不对 兜起来 我刚刚说的意思呢 是包住球 怎么去控制 那么呢 首先需要这个板形打开了之后 看 先去做这个慢动作 感觉这个球在这里啊 你的球拍 看 感受你的球 在球拍的拍头 这个位置 去感受球 就是模拟想象一个球 这么去 然后呢 在接触球了之后 你去打球的时候 把这个动作 可以先做的慢一点 看 看 把这个动作 看 先做的 慢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加上身体 看见了吗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去加上身体 就是一步一步的 去练习 好不好 反手拉球 怎么控制 不甩大臂 是不是啊 稍等一会儿啊 我先来把今天的内容 给大家总结一下 感谢观看